为你提供实用百科知识 小尝识 小智慧 小竅门 生活小百科 陪着你一起为生活增值 大家好 我是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外科学系主任赖宝山 今天想和大家讲一下原发性肝癌的病征 其实原发性肝癌也叫肝癌 一般来说发病的高峰率都是在50岁或者50岁打后 大多数都是男性患者 为什么想说一下原发性肝癌有什么病征呢 因为原发性肝癌的病征就是没有的 肝癌只是生到相当大的时间 它才可以引起病人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你说有什么不舒服呢 肝癌是位于我们的肚子的右上腹 肿瘤因为慢慢长大的时间 那些病人可能会出现右上腹会有痛 或者觉得顶住 有时病人会跟我们说 他们总之就觉得右上腹那里胭胭闷闷 其实这些都是比较大的肝癌 顶住了它才会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如果你是月形肝癌带菌 或者是月形肝癌的患者 其实是适合做定时的检查 我们会建议你每六个月 做一次超声波和验血 如果这么不幸 真的生了肝癌的话 都可以在它不是那么大的时间 就可以发现它 从而是可以做到适当的治疗 生活小八博 陪着你一起为生活增值